恰好的距离,不远,不近,远了,就疏离了,近了,就纠缠了,距离产生美,老掉牙的话,但无比真理,远的时候,真的就是美帝,因为不了解,物理看花,花哪里能清楚到看到半夜呢? 最远的时候,就是想着一个人的时候,暗恋之所以永远那样刻骨铭心,是因为只看到记忆里的纪念碑,碑文上写着一个人的名字,那名字是用来回忆的,因为距离,暗恋,或者带着暧昧的喜欢,就有着一生的心动和温暖,也因为没有距离了,就近了,就看清了,原来她不过是白俗女子,披头散发, 原来不化妆根本没法看,原来脾气好坏,但已经过了财米夫妻生活,那婚宁是爱情的坟墓也是真的,所有的外衣吞去,只剩下真实的时候,都会吓到,距离是隔着一层东西,薄薄的,不透明,看不清,看不清的东西总是好的,特别是灵魂,最不需要看清的就是灵魂,看清楚了,就近了,而且了, 也就远了,家宝说,让我独自一人,她看透了人性,所以,独自一人,永远的隔绝,这距离,是夺华丽而冷静的保护魔,白素贞以为全力的付了爱情就能有好结果, 但许仙到底辜负了她,吸湖水干,相朝不起,这样没有距离的爱异常,她还说,原来你是蛇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观看